县长杯桌球锦标赛这个星期六日 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热闹开打 上百位的好手齐聚 有很多是来自台北台中等地方 甚至于是退役国手也都来参加这场赛事 期盼鼓励更多爱好桌球的民众 可以加入桌球运动行列 113年度华林县县长杯桌球锦标赛 23、24日周末两天 在吉安宜昌国小活动中心热闹开打 华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表示 桌球运动经过这几年推广 参与人口逐渐增加 今年同样超过300位好手齐聚 包含台北台中等外线市报名 为赛事增添可看性 县长杯本次的比赛报名的相当踊跃 除了我们以往比较众多的成人的比赛外 今年度的县长杯特别有男生女生 中年级高年级人数已经来到了300多位 由于我们近年来桌球运动在花莲蓬勃发展 所以这一次的比赛特别有好几位的国手 现役的国手退役的国手都远从台北台中 来到我们花莲一起同场竞技 我们这一次国小组的比赛也有全国第三名 第二名的筑强国小 也是国小学生里面的佼佼者一起同场来竞技比赛 周委会表示不仅有外县市好手 更有国手或退役国手参与 还有线内得奖选手同样报名 为自己累积赛事经验 让赛事更精彩 前半将桌球运动向下扎根 希望桌球运动推及遍布各校与基层 也邀请喜欢桌球民众周末前往观赛 为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蒋邦彦简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